美国副总统 现在我们讲第二个项目 就是这个哈利斯 哈利斯就是美国副总统 爆料承认美国的阴谋 民主自由根本是方言 但是这段新闻就是这样 其实在美国 4月6日 这个美国副总统 哈利斯 大家要知道 其实他们做一些首脑 那些上任之前 他们大概有一至两个月 是好像 上学 受训 怎样呢? 就将你美国 以前的总统做的事 你外界不知道的事 你都会知道的 就会全部告诉你 所以他很清楚 美国是发生过什么 因为方便 他们去执政 那些 就在访问芝加哥 和出席 这个当地 参观一个疫苗接种 的地点之后 就演讲了 那他演讲的内容 就相当之耐人尋味 他说 过去很多年 好几代 美国人 都是为石油而战 而得久的将来 我们将会 为水资源而战 值得提的是 关于哈里斯 这番的自爆 在美国主流媒体 除了国会山报 在官方推特里面 有进行的 简略的陈述之外 其他的 美国主流媒体 在相关的报道 都是集体 有默契的 是将他说的那段话 就跳过了 就不出现出来 在过去几十年间 对于一向自称 为世界警察的 美国政府而言 这个民主灯塔 照耀的地方 从来都不会 只是 因为恐怖威胁 暴行示弱 最关键的一点 他那个目标的区域 是否存在有石油 只是美国政府 需要去着重 考虑的重点 或者说白一些 过去那几十年 由于美国发起 兼主导的数项 数场的 大规模的战争里面 所谓的人权 民主 都是一个藉口 其实真实的目的 正如哈里斯所说 好几代的美国人 都是为石油而战 对于一般的美国人来说 哈里斯这番的言论 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原因很简单 在苏联解体之后 作为当时世界 遥遥领先各国的 唯一超级大国 美国 在失去一切的 权制和顾虑之后 实际上 已经成为 世界新规则的 上帝的化身 所以前下布殊 这个小布殊 大家可能都听过 他说我右手拿剑 左手拿圣经 代上帝执行指令 或者说 美国的利益和需求 是高于一切国 就是那间的旧有规则 于是我们看到 在人类历史上 最为虚偽的 荒诞的一幕 1993年9月的时候 美国总统克林顿 在联大会会议上 宣称 美国的目标 是扩展和加强 世界市场 这个民主国家的体系 和扩大了生活 在这个自由 体制之下的 民主国家的数量 实现 繁荣一个民主世界 这个街头的流氓 登堂入室 披荐西装上身 就化身为世界警察 这个特集 这个索马利 入侵海地 光榨南斯拉夫 涅血阿富汗 伊拉克 尼比亚 聚尼亚 在1993年之后 美国历次的对外战争 宣传中 没有例外去撇除了一切 任何有关 为及美国得益的舆论 而在此之中 凭借宣传中 以先进的人权 民主 自由的 意识形态的包装 血腥腥腥的入侵 战争 显然成为了美国 无考虑任何的物资经济的利益 而是为自由民主而战的口号 美国自小的暗天无日流 在美国的政治外交的逻辑里面 只要和美国发生利益冲突 就意味着你是不民主 不民主的政府 治理下的国民 自然就是人权丧失了 水深火热 然后 在这个所谓的正义的人权 大于主权的理论之下 美国于是 出飞机炸弹 明正言讯 蜂蕴而来 在伊拉克阿富汗 在一切美国 美军和他的盟友 踐踏入侵其他国家的领土上 进行强奸 杀人 抢掠 施暴的恶行 在过去几十年之间 美军 是直接造成了中东地区 是几百万人的死亡 科索玉 战争里面 美国头下高达 是三万一千粒 有二三百 放射性的核肺料 造成的 朋友蛋 至今 仍然令到塞尔维雅 新生的儿童 是恶性毒瘤 昨天 血液 有血液病 病法律 排名是世界第一 美国这个战争的商人 里面 美国政客 就得了权力 美国的财团 就获得了金钱 而普通的美国的民众 所得到最多的 恐怕 只是他可以自豪 宣称 说 我们美国 是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不得不说的是 美国政府对消费者的心理操控 可谓很公平 在物质过程的阶段 就通常是难以刺激 这个用户的消费欲望 但是 美国很多宣传精神上的共鸣 为了消费的第一驱动力 二十多年 美国的军政上一家独大 经济上 腐足优越 此时 对于一般的美国民众来说 相较于 是战争使得美国 获得更多的自然的宣传 那美国人恐怕 就更乐意去听到 去接受 美国用战争捍卫正义 的洗脑版本故事 这个优越感 就是这几十年 美国政府向民众洗脑的意识 一切的资本主义 美国政府以自由民主之名 对外发动这个侵略战争 那美国民众由此 获得一种 自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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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子 丈夫 送上战场 去拼命 而且 更甘心如此 其实有没有美国人怀疑过 那真是很离奇 按理来说 按照如今的美军实力 美国人这种优越感 还能够保持 应该可以保持得很长久 但是很不幸 新冠疫情爆发 疫情爆发一年多以来 美国疫情防控的失败 经济平滞不前 失业率的居高不下 那这个种族矛盾 劇真的变化 急剧的变化 在物资的紧缺之下 民众的消费心理 就发生了变化 如今的美国主流民意里面 相较于 美国用战争捍卫正义的故事版本 的大多数美国人 或者现在可能 就会更加愿意去接受 从战争使美国 获得更多资源的宣传 这个就是在美国方面的民意 转变了 为什么呢 一般美国人 都是比较自私自利的 他们是自己顾自己的 以前 幽灾游灾 可以大声跟你说什么民主 我们战争是为人权民主而斗 你今时今日 不是了 他们觉得 不是了 我们美国应该要发动战争 去抢更多资源 哈利斯的演讲 过去更多年 几代美国人 是为石油而战 而不久的将来 我们 是将会为水之源而战 但是这种 特朗普式 风格的演讲 带给很多美国人 有一个切实的利益 冷战之后 其实 在美国在苏联之后 已经成为天下的盟主 当然以来 在人权 民主 自由 正义的方言之下 不管世界上 是否你认可 美国这一套普世界 但至少 在国际的道德层面上 美国 是说出来 可以占到绝对的主动地位 现在 这个 由现任美国副总统 哈利斯 竟然公开粉碎了 美国的 人权 民主的大旗 就算全世界 罵美国 一百多万次 恐怕 都抵不过 哈利斯 今次自爆料一句 已经是爆灯了 美国 真的还有自由人权吗 从此以后 美国已经是丧失了 他那种的自傲 自由民主人权的代表资格 美国人 你们只是为了充斥石油的利益 水资源 是其他的利益 被你自己的副总统爆料爆出来的 那不要说 人家要抵挥你 老美的阴谋 如果是把水成为石油之后的 又一个霸权 这个就是美国 为水而战的真正目的 那这个 大家都理解一样 他一定要转移 那个目标 以前来说 是他用美原石油 那现在 他以前 他是采购 是最大的采购国 现在 美国自己都出石油 那变成了 你那个控制权 就没有那么稳固 那他一定要找别的东西 所以就找另一个目标 那接着 日本政府 就正式 是决定 把核废水 排放入海 那这个前两天 我用回賀錦麗 那大家就会 因为我拿的资料是向美国那边 所以他用 亦做哈利斯 那 賀錦麗呢 在港话里面 就直言不畏地说出来 就说 过去美国就是为石油战 未来呢 就为水之源而战 那其实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水危机 是可能呢 就由此呢 就进入去大家的视野里面了 其实地球呢 是不缺水 但是呢 又缺水 我们说不缺水呢 是因为呢 地球是一个大水球 70.8%是水来的 但是呢 大部分呢 都是海水 人类呢 能够真正饮用的淡水 所以呢 原来呢 根据联合国的公布呢 它只是占2.5% 这2.5%呢 还有里面的70%呢 是在冻结了 在南北极的冰掩盖住 还有一部分呢 就在高山的山川 这个冻土里面 那如果这样一计算 看来呢 人类真正能够 利用到的水资源呢 只是占地球的总数量的 是多少呢 是0.26%而已 而基于这个数字呢 大家就不难理解呢 水的危机了 早在2002年呢 可持续发展世界的首脑会议呢 其实呢 当时呢 我们没有留意的 现在找回一些资料 原来呢 当时呢 已经是将水的危机呢 认为呢 未来10年 人类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 全世界有10亿 11亿的人呢 是未能够 饮用上 安全的饮用水 20亿人呢 是缺乏充足的用水 卫生设施的 预计到了2025年呢 全世界的淡水需求供应呢 增加40% 不是淡水增加40% 而是需要淡水的人呢 是增加40% 联合国警告呢 是到2025年呢 世界将会有一半的人口呢 生活在缺水的地区 近20年 过去了 情况似乎呢 变得越来越坏 那由此可见呢 大家可以看到 老美呢 是有目的而来的 不是说 是乱这样来的 水危机呢 正是呢 是会威胁人类的生存 在印度为例 印度13亿人口中呢 有6亿的人口呢 是面临缺水的问题的 水危机呢 正是影响那个经济的发展 今年 大家在新闻都看到了 中国台湾省 也都遭遇到 56年 来最大的旱灾 著名的景点 日月潭呢 水位已经是大幅下降 甚至呢 是干顾的建底 露出很多的杂草 和垃圾 嗯 最坏的情况是呢 这个是影响到呢 是台积电那个的供水安全 因为呢 是做芯片生产呢 是耗用很多的水的 如果台积电的生产缺水 而中断呢 全球呢 将会陷入去芯片的危机 那最近大家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又是那个 因为经济复苏 那所以 美国很多的 汽车制造业呢 发现呢 他们因为它抵制了中国那边的 所以呢 就没有这个芯片 又给他们 所以现在他们就要减产了 那水危机呢 正是呢 影响地区的稳定 今年呢 在埃塞罗比亚 和苏丹 为了呢 是边境 为了这个食水 争取这个食水的资源呢 双方呢 之间的冲突不断 不仅是发生了对峙 甚至呢 在边界就开火 随着人口增加呢 和工业化的进程的加快呢 人类对这个水资源的需求 只会越来越大 全球性的缺水危机呢 并非呢 是毅然耸听的 而且呢 大家现在知道 老美 怎样这个水 为这个战略目的呢 更加要注意了 他说 美国呢 自称天选之国 嗯 美国呢 美国呢 是不缺水的 美国呢 是全球淡水资源 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美国大家知道 有个五大湖地区呢 是占领了全世界 百分之二十的淡水的储藏量 再加上呢 墨西西比河 科罗拉大多河的大河呢 美国的水资源呢 排名呢 是全球第五的 不过呢 美国呢 也都有自己的问题 美国的水资源呢 虽然是丰富 但是分布呢 也都是不平均的 那么 在美国之内呢 水资源不平均呢 那常规的解决方法呢 那通常呢 我们就会是 跨流域大规模的 吊水工程 或者我们中国搞这个 南水北吊啊 那样 但是呢 美国呢 已经呢 是近一个世纪呢 没有了那个大型 修建水理工程了 为了解决水资源 不均衡的问题呢 也都为了刺激经济呢 拜登呢 统出了这个 新基建计划 计划呢 是通过呢 是两万亿美元 創造更多的就业 去推动经济的增长 其中呢 也包括呢 是水利工程 不过呢 拜登这个 新基建的 计划目标 是宏大 但是呢 困难重重 如此呢 就像呢 这个哈利斯呢 在讲话之中呢 鼓吹为水而战 一方面呢 是为了 拜登的新基建计划 造势 另一方面呢 也是想呢 解决呢 美国的内忧 没有水 人类呢 就没有办法生存 水的重要性呢 是远大于石油 但是因为水可以再生 大家都知道 可以再生的 在经济价值上呢 远没有比石油 那么重视 那哈利斯 为什么要将水资源 和石油的资源 相提并论呢 理解这个水的战争之前呢 我们呢 首先呢 就先理解石油战争 在1991年 因为 1月呢 美国发动了一个海湾战争 其实真实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石油的资源 更准确一点来说呢 就是 美国是想控制石油的资源 石油这个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交易呢 几乎呢 都是呢 是用美元作为呢 结算货币的 那么 石油呢 因此呢 成为呢 支撑美元霸权的 关键力量 按照 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思路呢 水资源的未来的角色呢 有可能好像石油一样 其一 水资源成为大宗商品 这个报告呢 是在 其实十年前 已经是说的 全世界的饮品 饮料 其实呢 最大的销路是什么呢 其实什么都不是 是水 最大的销路是水 就是我们的 桶装水 或者 脂装水 原来呢 是饮料中 全世界卖得最多的水 是 去年12月9日呢 美国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呢 已经推出了 和美国加州 研货水市场 相关的期货 农民啊 市政机构啊 和对冲基金呢 都可以参与 做交易的 那这个是美国首次推出的水 其货 意味着呢 水 将会呢 和石油 大豆啊 这些大宗 原料一样呢 可以给投资者 去做投资的 可以看到 华尔街呢 已经是先行一着 如果水成为大宗商品呢 和呢 以美元结算呢 美元的地位呢 又会得到巩固的 那大家明白吗 为什么他又搞这些 这些东西呢 水资源成为呢 决定地缘政治的关系 那个关键因素 并称为呢 工业血液的石油呢 可以成为呢 是影响到外交的法马 而称为生命资源的水呢 也都会成为呢 决定地缘政治的关系的因素 美国呢可以 好像控制石油一样呢 去控制水利设施 继而呢 是掌握其他国家的水资源 使到水成为呢 石油之后 又一个的美元霸权的工具 这个只是呢 美国为水而战的真实目标 但是呢 美国得逞的一个基本前提呢 是要水 变得好像石油 一样那么 稀缺 要缺乏 才可以做到这件事嘛 那其实我说到这里 大家都可以闻到什么 那事实上呢 水资源呢 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 即使呢 在降雨量最少的地方 也都可以采用呢 是海水淨化的方式呢 来获得取水的 那美国真是 那美国真是 你猜美国真是描上天开呢 那又未必哦 首先呢 科学家呢 普遍呢 认为呢 全球那个 气候的变化呢 将会导致呢 全球那个水民 或者是水流 那个循环呢 会发生变化的 因此呢 就可能呢 会导致到呢 是诸多干旱 极端的天气呢 现象呢 会更为呢 频繁地去发生 进而呢 比水资源呢 利用和管理呢 带来呢 新的机遇 新的挑战 也都是说呢 水资源可能呢 变得呢 是更加呢 其次呢 海水就很多啦 但是呢 淨化海水呢 就需要成本 人类那个饮用水 一旦大规模 靠淨化海水呢 必然引起 投资 这个资本家的涌入 那这些呢 刚刚呢 就为掌握金融啊 资本优势的美国呢 就提供个机会了 最后呢 还要警惕呢 突发事件 对地球水资源的影响 那好了 这里呢 我暂时呢 我跟大家讲讲 水那里先 其实中国呢 在这方面 一路做了很多工作的 大家有听到 南水不掉啦 那还有呢 就因为 我们有长江和黄河 黄河呢 也都很多时间呢 是会有断流的 所以中国呢 现在呢 他们做了一个工程呢 就是将长江的水 一部分呢 是掉下去呢 去黄河那一步 那就等黄河的水呢 就不会沽掘 也都不会改造了 看到那条河 但是在西藏那里呢 本来有条河呢 是直接流去印度的嘛 中国呢 就将它改了 现在做过工程呢 就说呢 向横流 横流呢 西藏呢 然后呢 然后呢 刀翻一个圈 翻出来呢 才流进去呢 去这个 印度 而它这个改道的时候呢 它会呢 是使得 在西藏有很大片的 光寒的地方 是会有水之源的 那我们知道 有水之源 会有水之源 在水之源